在詩篇第10篇 詩人經過一個討告 求神起來 不要忘記那些困苦人之後 那個話題 又轉了去惡人 而這個惡人 特別是惡人 和神的關係 我們看一下這段經文 惡人為何興萬上帝 心裡說 你必不 追究 在這裏 詩人就將 惡人 和神的關係 黑滑出來 我們看第一個 是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我們如果 就是看回這個 希伯來文 那這裏 亦都是以一個 問題 來到開始的 這裏 這個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 那個意思 那 跟著 這個字 中文翻譯 中文翻譯 輕慢 這個字 又可以解釋做 藐視 就是 對 神的藐視 這個是很嚴重 而 誰人 去 有這些藐視 輕慢的行為呢 我說過 Rasa Rasa 就是這些 惡人 這些邪惡的人 他們 就是 藐視 而他藐視 誰呢 阿露卿 就是藐視 神 所以 這個問題 其實 是在問 那些的惡人 為什麼要去 輕慢神 或者藐視神 拒絕神呢 跟著呢 就繼續 說這些 惡人 這個字呢 就是 講話的意思 是那些惡人 他自己說的 這個就是在心裏面 就是他自己 在心裏面說 就是自己 自己跟自己說 而這個就是 but no的意思 就是不會 而最後這個字呢 就是 追究啊 或者是 尋求一個的 就是 去 追 追索 所以呢 他 在這裏 是自己心裏面想 那 那麼 其實在第 第六節呢 也都講他心裏 就是惡人呢 他 自己覺得 我必不動搖 世世代力不遭遭難 但是他呢 在 第十 第十三節 又心裏面想 神是必 不會追究他 所以他 輕慢神 我們今天呢 真是要 很謹慎 我們一起 討告 七天父 我們知道 神你是 輕慢不得的 當惡人 去 藐視你 拒絕你的時候 他們心裏面 以為你 必不追究 其實 你是必定會追究 我們祈禱 奉主命求 阿門 感谢观看